在門前只要口罩一拿起來 警笛馬上鳴起 這是基隆港區最新建置的智慧防疫門 具有五大效果 未戴口罩的警示功能 然後還有體溫超過發燒的 那個37.5度的警示功能 然後進了這個防疫門的時候 有光等滅菌燈 做一個燈的滅菌 然後那個再來就是 還有乾洗手 他那個手伸出來的時候 左邊門的左側有乾洗手的功能 然後還有噴全身的抗菌 次氯酸水的噴霧的效果 在高雄港近日傳出 貨輪船員染疫事件後 劉昌特別關心 投訴國家重要港口門戶的 基隆港相關防疫作為 希望確保邊際防疫能夠準確落實 嚴防境外變種病毒入侵 保障國人健康 我們還是必須要提高警覺 特別是現在Delta病毒 肆虐的一個時候 那在國境上的一個 邊境的一個管制 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剛剛也特別了解了 包括這個如果船上 外國籍的貨輪 如果有這個疫情的狀況的時候的通報 還有包括我們飲水人員 這個燈船飲水的作業 以及銜邊的一個補給作業 相關的一個作業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說的同仁其實大家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想我們繼續來做一個努力 對此交通部航港局主任秘書余建勳表示 高雄港船員來疫事件後 各港口已經積極檢討 建立完善的作業流程 包括飲水人作業等都會落實防疫SOP 並提高警覺 通力合作杜絕病毒入侵 他才支持可以工作 那基隆這邊 我們也跟各個港裡面 不是只有基隆港 各個港都會要求 都要落實這樣一個作法 反正這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大家要有警覺 那這樣子才能夠有警覺 然後有一個很好的應變作為 配合港務公司跟市政府的 還有CDC的一個指引 除了預計明年3月 將在全台各港口部件的人員管制劑外 高公司方面也希望能比照 第一劑疫苗採專案集中施打模式 讓第一線港部人員 緊速完成第二劑疫苗施打 保護自己和進出港口的 客戶輪船員與旅客健康 因為我們第一劑施打的 大部分都是AZ疫苗 那最近預約的一個情形呢 比較難 那我們了解到最近 有一批疫苗進來了 那我們也期待 能夠讓我們的港區作業人員 在第二劑的預約上面 能夠更順利 那我們也跟市政府 跟CDC這個地方 再協調請航港區這個地方來協助 必要的話 我們造冊我們足夠的數量 我們會建議在港區裡面設施打站 這樣子的一個施打率會比較高 記者張綺藤 金融報導